好那这里是CELC 每天来试试看陈淑华的明天还爱我吗 我查知道才发现好多个版本哦 那个他有最初的在台湾发行的黑胶唱片的版本 然后也有在新加坡的版本 然后但后来CD好像是用这个版本 然后也有像教堂的那个版本 我们来先听听看好不好 最初的版本我讲待会来唱 所以待会最后再放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那个好像后来发CD的时候的版本 开始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个版本 是因为版权的关系吗 因为那时候陈淑华 他在台湾从E&I变成滚石的歌手 但是是不是新加坡还是E&I 不知道耶 是不是这样才为了这样子 欢迎知道的跟我讲一下 而且唱法也不一样哦 一样那个连结都会放在说明 你都可以去听一看 明天明天还爱我吗 声音如此缠绕着我 仿佛过去 好那么再听下一个版本哦 就是滚石这个官方放出来的 因为像教堂的那个版本 好来试试看 那夜当你也想我放出来的 这个MV的画面很像是在教堂告捷那个感觉 编曲其实也很像 然后看起来 眼前泪无法停留 你也知道我 早已习惯没有你的生活 好下来讲哦 明天 明天还爱我吗 声音 如此缠绕着我 仿佛过去不曾感觉 你是如此醉落 好 一样就连结都会放在手末里 都可以去听听看 好 接下来就是看明天还爱我吗 在原始发的唱片的版本 的编曲版本 其实陈淑华在台湾变成 那个都会女子代言人 其实有三部曲 1988年的2月 他发了女人新专辑 这也是他因为合约的关系 然后接触到滚石体系的人 陈生帮他当制作人 然后加入他的新的风格 然后在当时其实蛮有话题性的 然后一直到 因为还不错 口碑还不错 所以1988年的11月 再继续乘生追击 就发了这一张 明天还爱我吗 这张专辑 然后整个的风格 真的就是变成 都会女子代言人的风格 然后从歌词到曲风 到编曲都还蛮新的 然后在当时也是先起很大的话题 而且是一个畅销专辑 隔年1989年的11月 然后就请李中胜 延续这个风格 然后继续帮他制作新的专辑 就是那一张梦醒时分 所以后来就变成台湾第一个 然后卖破百万张专辑 那陈淑华也正式变成 都会女子的代言人的同意词 好来试试看这首歌 那这首歌的 作词的是小虫 作曲的是 那个 作曲的是 作词的是陈生 作曲的是小虫 对 编曲是黄玉玲 我怕带了 好来试试看吧 好 开始 那夜当你夜上我放门离开 天色已微微的明亮 独留下我 承受一个女人无助的悲伤 你问我明天是否依然爱你 刹那间泪已无法停留 你知道我 早已习惯没有你的生活 这和声就沉声唱的哦 明天 明天明天还爱我吗 声音如此缠绕着我 仿佛过去 不曾感觉 你是如此脆弱 明天是否还爱我 声音如此熟悉脆弱 原谅我不能不想 我无法再忍受 你从我的眼泪中离去 我害怕这样的日子 在一样无助的夜里 你带着朦胧的醉意 绕乱我痴眠的夜 明天 明天明天还爱我吗 声音如此熟悉脆弱 声音如此缠绕着我 不难不想 我无法再忍受 我无法再忍受 你从我的眼泪中离去 我害怕这样的日子 在一样无法再忍受 在一样无助的夜里 你带着朦胧的醉意 扰乱我失眠的夜 其实那个原版的歌词 跟后来发的歌词不太一样 我无法再忍受 你从我的眼泪中离去 后来变成泪眼中离去 在一样无助的夜里 后来变成一样 在同样寂寞的夜里 你可以去比较看看 不一样的夜里 其实那么多个版本 我猜其实应该是跟台湾 因为EMI在台湾结束营运了 所以后来就合约转给滚尸 然后在海外 尤其东南亚 应该称说话还是EMI的歌手 我猜跟这个有关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个版本 因为那时候应该是先发黑胶 先发那个录音带 然后再发黑胶 然后后来才发CD 那CD其实是后来发的 这里是CO COINMA 结束了 拜拜